尽管政府颁布行管令2.0和紧急状态应对第三波疫情 不过财政部长纳杜斯利东窟扎鲁仍然乐观认为 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仍然维持在6.5%到7.5%的范围 政府不打算调低许期 同时针对国家银行维持1.75%的隔夜利率政策 国际评级机构会议认为国行过于乐观 更预测接下来隔夜利率还会进一步下调到1.5% 财政部长东姑扎鲁接受彭博社访问时说 虽然政府落实紧急状态以及行动管制令2.0 但我国维持今年国内生产总值成长6.5%到7.5%的预测 现阶段下调增长预期依然言之过早 财政部需要观察全国封锁后的具体状况 尽管两项抗议措施影响经济 让我国会达到预期值的低端 但政府制定的政策将有利于经济复苏 财长表明这一次的行管令对我国经济冲击不如去年那么大 当时的行管机我国每天亏损24亿令吉 然而这一次的行动管制令2.0 我国每天只亏损7亿令吉 更何况政府颁布了多项措施 舒缓经济压力 包括去年的2021财案 以及首相丹斯林慕尤丁最新宣布的经济人民援助配套 针对我国是否打算再次提高 去年已经上调的60%债务上限 东姑扎鲁表明政府暂时不打算这么做 目前债务指数仍在60%以下的可控范围 另一边乡 针对国家银行维持1.75%的隔夜利率政策 国际评认为国行小看了行管令的冲击 惠玉原本预料 我国经济可以在今年复苏 隔夜利率上调到2.25% 然而随着行管令2.0开跑 惠玉预测 我国隔夜利率将下调到1.5% 惠玉也认为 我国最新颁布的援助措施数额太小 提振我国经济杯水车薪 惠玉也预测 国行会继续发放政府债券 提高政府的借贷上限 有关机构预测 我国今年的通膨率将下降到1.8%